繼續來看的地方是台南的白河 每年三月中旬的木棉花盛開 在後壁跟白河交界的產業道路旁邊 就會形成大約是一公里長的木棉花道 不過也因為假日人潮眾多 所以當地民眾就很擔心 髒亂跟垃圾會破壞了美景 向來以蓮花享有聲明的台南白河 不同遺忘從今年三月中開始 提前湧入大逼遊客 全為了這條木棉花道而來 在台南後壁和白河交界的 林初畢附近有一處筆直的木棉花道 全場約一公里成了難得一見的紅色隧道 民眾一起坐在樹下喝茶賞花 感覺很新奇 別有一番風味 莫棉花道是白河居民的私房景點 透過網路照片傳播成了南部爆紅賞花景點 小小的產業道路兩旁井泥稻田 週休假日賞花人潮 經常上演人車針道顯像還生 社區協會希望透過舉辦活動進行交通管制 讓遊客全得下車徒步或是騎單車漫遊 欣賞木棉花道優美的景致 遊客不停拍照要留住木棉花最美的時刻 儘管木棉花盛開季節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 但居民希望能當作蓮花節暖身活動 更期盼也能成為白河的另一項重要觀光特色 記者李傳 陳顯坤 台南報導